接下来您先看到的这是一场 中国对荷兰女子56公斤级超级战 这也是今天唯一的一场女子比赛 我要先介绍一下即将登场的这名荷兰女孩 她的外号是用 她的绰号是黄金女孩 她的战绩可以用辉煌两个字来形容 她出生于搏击王国荷兰 但目前她的荷兰已经打遍全国无敌手 于是她又跑到美国 结果又把美国的高手权打遍了 在自由搏击界她现在是没有对手 于是她不得不改打职业拳击 目前职业拳击三战全胜 她就是来的荷兰黄金女孩 比赛轮 我叫Shamayma 有请来自荷兰黄金女孩贝彻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初买它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只跟它一模一样的小猫 店员推荐我 买那只跟它一模一样的小猫 因为那只小猫的性格比较温顺 炮的性格特别的暴躁 它不喜欢有人听见 也不喜欢被别人抱 更不喜欢被关到狭小的笼子里 我听店员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被他这种性格深深的吸引了 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抱回来家 说到年终比赛的对手 我一直在研究他的战术和打法 身边的朋友都说他实力特别的强 但其实我的压力并不大 我只想把自己做到最好 没有人是完美无缺 没有一点漏洞的 关键在于研究对手 和场上激战术的灵活运用 我期待今晚的交手 也想感受一下世界太拳冠军的强大 出赢我都会看得很平淡 我要的就是超越和刺激 加油吧 旺港 做你喜欢做的 不要到老了有遗憾 有请武力封中国勇士 汪可汗 有个声音叫做 And now into the red corner wearing purple and red standing 174 centimeters age 20 From China She is undefeated at 11 and 0 known as the China And now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ack standing 164 centimeters age 22 From Holland Here she is Jemima The golden girl Batrian 我们不但期待着比赛的过程 也更关注着比赛的结果 她是荷兰全胜 她是中国全胜 来的顺眼功夫王 王可汗 女子超级战的比赛 红帽 是来自郑州顺眼 国际俱乐部的汪可汗 蓝方是荷兰的 贝特伦 这位贝特伦 在2013年4月6号 WBC雨量级的 卫冕战中 我们知道卫冕战 30秒就KO了对手 这位先生 打法以凶猛凶悍 主称 这是汪可汗 在他武林峰这个运动 队台上 我们看到 碰到最强的对手 贝特伦 在近逼着王牌 王牌应该掌握好 自己的距离和 跟对方内围的拼斗的 这种技巧 因为赛前 我们和王牌也进行聊天 我说 对于这种运动员 对他现在该打职业拳 你想的拳有多重 左右的摆拳 应该主要靠 左右摆拳 都光是这样 而且他有后手的直拳和股拳 再种强要用腿的控制对手 你看 现在是 贝特伦是不给 王牌任何的喘息 我就打近战 走个摆拳 非常凶悍 这个时候王牌要控制好 自己的打击和缠暴的时机 这样才能遏制 对方的凶悍 这刚才是一个滑倒 这个没有 现在王牌 我们也知道 王牌全不错 也曾经听过 其他的运动员 的确 11战全胜的王牌 始终也是不如想续的 漂亮 牵手拳牵手拳牵手拳 这就是奇迹 这奇迹 怎么不可能 什么奇迹不能打招 这就是奇迹 王牌特伦被王牌全击中 王牌刚才这个表现太出色了 庞空刀给这个贝特伦进了强度 他要被扣住两分 什么不能创造奇迹 没错 我们的王可汗 中国勇士正在创造这个奇迹 当然 贝特伦毕竟是世界冠军的 在实力上还是不容小觑 王牌应该保持好自己的重击打法和连击以及自己搂抱的实际 毕竟在搂抱的时候只允许击打一次 这样对王可汗来说如果在跟对方没办法拼硬弓的情况下 是可以控制局面的 现在没看到这个贝特伦还是利用他的左右的摆拳 他的力量是大 拳法是好的 的确 这位拥有IF 白玫的实际拳拳冠军 以及WBC WFCA的各种头衔的太拳和拳击冠军 因为他把太拳拳击都拒一身了 没错 你说拳法多好 不过这位选手上来小看了我们的中国勇士王可汗 刚才王可汗的那几重击就是给他提了个醒 超漂亮 又一个后手的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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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王可汗被激怒了 还有这位王可汗 你不是世界冠军吗 你不是世界冠军吗 让你也尝尝中国女孩的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王可汗的后手拳一直续着力量 在赢着对方的拳动的时候 高几时高几时 想KO对方 这场比赛非常好看 不过被添付工作 刚才那个基础非常漂亮 看 这就是练拳击的一个选手的拳法的变法 我小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都没有选到 第一回合两次击倒对手 而且还被王可汗来帮他给他的强夺 这个千改难分的机会 没准过第一回合 现在第二回合的战士一定会有大的改变 对 但是我想这个被添安 还会要利用他的拳法好 一压阀就打了 实际方就要打这种反击 不要给对方有这种势力感 没对 那么在这种拳法冰空枪 还要用些 可以把它控制对手 就是梅特尔的一轮连续的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拳法很流畅 但是重击并不多 看 就是这拳 前手拳不重 前手的平高拳 再看慢动作 三个连击沉队王退后 比我来推荐 二十二十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